卢俊宅中,东乡卧房,三两个上穿着宫中侍卫常服的年轻男子立在门口,往里张望。 卢氏守在必杀厨外,攥着手,一脸的忧心来回走动,时不时地停在房门外,侧耳听一听里面的动静。 许是知道他心急,内室的房门这便从里面被人拉开,平童先走了出来,后面出来的便是遗欲。 他衣裳外面套着一件浅色的宽袍,长着衣襟,仔细看便能见袖口处挤点血字,手上还拿着刚刚退下的蛇皮手套,他肃着头脸,额头挂汗,面带眷容。 然,一对上卢氏焦急的目光,便强打起了精神。 卢氏眼角干涩,因先前落过几滴泪,眼皮浮肿,一见一欲出来便慌忙上前,将他拉住,连声地问道, 如何,你二哥怎么样了,要不要紧,有没有大碍呀,学止住了吗? 昨夜卢俊当差,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眼皮子就跳个不停,哪知,第二天天不亮,人竟是带着一身的血被几个士兵掺回来的。 若不是他听见动静,披衣到他房里去看,差点就让他给满哄过去。 他一个妇道人家,见识却不少,虽卢俊口口声称只是轻伤,可见他嘴皮发白,血色发污,便知事儿大。 三更半夜的,哪里去寻大夫? 慌神之下,顾不得许多,就让人去卫王府请一遇。 哪儿想,女儿来了,看过了情况,首先就是将他撵出了屋,吩咐了宅里几个熟悉的下人去烧水,煮汤。 开芳到库房去拿药,就不让他进屋去看一眼。 这一等就是半个多时辰。 没事了,一遇轻语安慰卢氏。 二哥是伤到皮肉,才会流那么多血,又阴重了暗器,略染毒症,我都处理妥当了,不会有事儿,您要不要进去看看? 好,好,娘进去看看。 他的话,卢氏自是相信时分,连连点头。 被小满扶着,忙不迭进了屋,却不知,一遇这轻描淡写的几句背后,是耗了多大的心力。 卢俊身上别的伤处不说,但是腰背挨那一刀,便入了一寸皮肉,说是皮开肉战斗不为过。 一遇来之前,他伤势只被粗略地包扎,他让下人到厨房去抽了阳金做线头,一针一针地缝合起来,用了筋创,才勉强止血。 这当中疼痛,实是常人难忍。 卢俊却硬是没叫一声,他都怀疑他二哥的皮肉是不是天生就比别人厚上几分,不然,怎么伤成这样,还咬着牙冲他黑黑傻笑呢? 此外,他左胸处还中了一记暗镖,小小的一枚铁器不过一寸,尖头尖脑,全数埋进了皮肉里,被一遇狠心烧刀弯了出来。 按期待毒,是最常见的食心散,也是毒性爆发最快的一种毒药。 幸而他有随身携带一粒震魂丸的习惯,不然,晚上一两个时辰,等毒性发作,他二哥的身体,这就废了。 过程血腥,卢氏若在一旁看着,一遇下不下得去守,还是另当别论,因此才撵了卢氏在外面等着。 主三,您先喝口水,奴婢这就到厨房去看看,给您弄点吃食垫垫。 一遇狱一靠坐在椅子上,便疲倦地闭上眼睛,平童小心地拿帕子擦拭他头上的细汗,倒了一杯茶水,试好了温度递到他的手边。 别忙了,我不饿。 刚动完刀子,缝过皮肉,鼻子里尽是血腥味儿,尽管昨日吐得干干净净,此时胃里空空如眼,一遇却是没半点胃口,也不觉得饥饿。 平童心疼道,那您到隔壁间去躺着,这里有奴婢看着。 一遇实在是乏了,可他稀里糊涂地来了,又稀里糊涂地给卢俊动了刀,这还不知他二哥是怎么伤成这样的,哪肯去休息啊。 平复了一会儿呼吸,撑开眼皮,侧头看见门外探头探脑的几个年轻人,便对平童道, 去门外问问,谁晓得昨晚出了何事? 哎,奴婢这就去。 平童跑出去问话,不一会儿就领了一个人到他的跟前,一遇来时没注意,离近了看才认出正是同他二哥结拜的那位玉池小公子,玉池宝庆。 卢俊开府时候摆宴席,一遇曾同他有过一面之缘,只是因为兄妹俩各交各的,话没说过几句。 一夜惊心动魄,玉池宝庆身上也挂了彩,眼下模样狼狈,然而,当时有卢俊冲在前面挡刀剑,他只伤了几处皮肉,才能同其他的几人扶了卢俊回宅。 面对一遇询问,玉池小公子红着眼睛,轻着腮帮子,将昨夜宫中遇险的事情大致讲了一遍。 一遇心惊肉跳地从头听到尾,哪里去想他二哥这回立下了什么功劳啊,直到卢俊这短短的一夜是从鬼门关走了两遭啊,脸色不觉已是发白了。 将卢俊送回家的玉池宝庆几人,多少都有伤在身,在确认卢俊无碍之后,便在疑狱和卢氏的劝说下离开,先行回府处理伤势。 卢俊到底不是钢筋铁打的人,喝过汤药,一歪头就睡了过去,半个时辰后便开始正常的重伤发热。 一张有黑的脸孔红成了一块碳,卢氏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给他擦汗,盖背,手里的帕子湿了一条又换一条。 尽管一遇已将他几处伤口处理妥当,但正值夏季,这是早上凉快一些。 等下太阳出来升温,别再让他起了炎症,那就坏了。 送走了玉池宝庆,一遇回到卢俊的房里,立在屏风的一侧,看着卢氏依旧忧心重重的模样,便招手将平慧叫到跟前。 低头吩咐道, 你到外头去找于通,让他回王府去取两桶冰块送来。 平慧听话去了,一遇立在门口,静静地往着床前,卢氏忙碌的背影,微微失神。 好半天才转过了身,掀起竹帘,走了出去,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发呆。 二哥这副模样,他的事儿还是没叫娘再操心了。 主子 听见平慧唤声,一遇快速地收拾好心情,捏了捏发酸的鼻梁, 抬头见他从门外走进来,便问, 于通去了吗? 去了。 平慧答完话,飞快地朝外面院子看了一眼,又回过头,瞅着一遇的脸色,小声支吾道。 来了? 说什么? 平慧跺跺跺,大了点声音。 王爷来了。 一遇刚听清楚他说的什么,门口处便多出了一道人影。 他一扭头,两双眼睛对了个正着。 王爷。 平慧矮了矮身,有点别扭地行了一礼。 昨天他们夫妻两个在水泄里吵架,他就守在外头,听不差几句。 知道王爷有意纳侧妃,还给了王妃脸色看,直接把人给气得病倒了。 他一个丫鬟不好说主子的对错,但心里到底还是替王妃打抱不平。 本来吧,男人三妻四妾应该叫正常,可像王妃这样有本事的女子,要同别人共事一夫,单是想一想就让人觉得浑身的不得劲。 您怎么来了? 一欲避开李太的视线,站起身,抚平了裙摆,壮似无事。 听他用静称,李太就知他还在怄气。 然,他这会儿心情意识不好,就立在门边不退不进,板着脸道。 三更半夜出府,你坐时可有半点分寸。 他本意是担心他身体,不想让他拖着病乱跑,可话说出来就变了味道,成了指责。 一欲心里不舒服,却不想同他争辩,只是低声解释道。 昨夜宫中遇袭,想必您夜里就是因为这个被罩走的。 二哥他当夜寻手,受了重伤,寒淑出门在外,府里没有个照应,娘这才派人到王府去请我。 三更半夜出府的确不妥,但事有紧急,还请王爷见谅。 李太听了他的解释,脸色不但没有晴朗,反而更阴了几寸。 平日除了开开玩笑,他何曾这种生疏的口气和他讲话? 曾孝公里便回派太医来问诊。 你随我回府。 卢俊稍还没退,一欲哪里肯走? 摇头道,您自己先回去吧,我不放心二哥,要再待一会儿。 见他顽固,李太二话没说,一脚踏进门内,几步走上前去,伸手就要拉他。 一欲一宿没睡,胃里空荡荡,谨剩的力气早就透支在卢俊的伤势上。 眼下,站着同李太说话,腿脚都有些发软的。 见他过来,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这小动作看在李太的眼里,捏住他的手腕便用了几分力气。 一欲清晰了一口凉气,手腕上的刺痛让他脑子清醒了几分。 爱着卢氏还在隔壁屋里,压低了声音,轻声道。 快放手。 我不是说过。 李太将他带进了怀里,一手揽着他柔软的后腰贴近自己。 搂着他,哪里会再放手? 低下头,仔细看着他皱起的小脸,道。 那非一事作罢,你还同我使什么性子,嗯? 听这话,一遇脸色微变。 先顾不得伤心难过,就怕卢氏在里面会听到什么。 一手推着李太的胸口,试图不要同他靠得太近,一边低声道。 此时我们等回府再谈。 李太不是没眼色的人,见他这遮遮掩掩的模样,稍一作响就知道,他是不愿给卢氏知道,昨日两人争执。 因他在这里有所顾忌,如此一来,反倒是不急着走了。 那好,就先说说别的。 说完,李太就半拖半拉地揽着他,要往隔壁间屋里带。 一遇本就没什么力气挣扎,加上又怕卢氏听见,只能憋屈地被他推进了屋里,眼睁睁地瞧他反手带上了门,将平同平慧两个一脸担忧的丫鬟隔在了外面。 进了屋,李太先是扫了一眼这陌生的屋内,眼见还算干净,没有灰尘,便看定了北窗下一张落地的软榻, 抢搂着不情不愿的一遇走过去坐下,把轻得没什么重量的他搁在腿上。 这番亲密举动是两人平日常有的。 奈何,昨日刚吵过一架,一遇哪儿肯同他亲近,便黑着脸去摆他贴在他腰间的手指,闷声道, 让我下来,你有话就好好说,这是在我二哥宅里,这样像什么样子? 李太手臂纹丝不动地缠在他腰上,半靠在倾斜的踏背上,不紧不慢道, 是在这里说,还是要到外面说,你选一处。 被他拿捏住把柄,一欲眼中掠过一抹脑色,随即便停下了无理的挣扎,任由他抱着, 一边暗示自己,就当是坐在椅子上,一边镇定了声音,问道, 你要说什么? 见他放弃抵抗,李太手臂稍松,感觉着怀中的他过分纤细和轻茧的身躯, 让他不由心口一阵发紧,手指拨了拨他耳侧散下的发丝, 沉默了片刻,就在一遇不安地动了动身子之后,才迟迟开口道, 你昨晚说过的话,还记得吗? 他心里的感激,歉疚,担忧,还有不安,那是他第一次清楚地听到,原来,在他心里,一直都觉得欠着他。 又不是醉酒,怎会不尽,难道你当我是在胡说吗? 听出他话里的自嘲,李太在他耳边轻叹一声,道, 聪明也是你,糊涂也是你。 一遇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便没吱声, 他实在是累了,背靠着李太,不一会儿便放松了身体,有了困意。 李太开导人的次数屈之可数,寸多了一赏,才出声道。 有些话,我不说便以为你会懂, 但你有时着实愚笨,又爱胡思乱想。 你以为我是什么善人,无缘无故就会对你好,不求回报吗? 你说你什么都做不好,不知你是哪儿来的自卑, 明明就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 为何偏有如此不自信的时候? 难道是因为我甚少夸奖你吗? 我没将你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对待, 因而对你要求严格许多, 但你可知道,长久以来,你从未让我失望过。 相反,总是会超出我的预期,给我惊喜。 你凭何以为,一个人既可以练成一首妙诀的书法, 可破解其案,可习得一身读书, 可经营学舍,可得人尊敬,可孝涕双当, 他还会是一个什么都做不好的人。 他为他做得不可细数, 正是因为他太好,所以他要待他更好, 让他不会有一日有离开他的可能。 这是他的目的, 却不想成为他的负担和压力。 李太打开了画笠, 言谈渐渐随意起来, 似是漫无目的的讲述, 还有回忆。 我年少时曾有一段时日, 田地万物,花草树木都是一个颜色, 许是因为这段单调无畏的岁月, 才使我更比常人性情冷清, 并非是喜怒哀乐不入于凶刺, 然是少有在意之处。 他一手覆盖在他骨节细致的手背上握住, 你可有听过,关心则乱。 因为太过在意, 所以反而不知该如何是好。 轻怕轻,重怕重, 不是总能一丝不差, 稍有偏错就会伤到他。 好比这回。 别总让我担心你。 没有应声, 李太低头看着已在怀里的疑欲, 他不知何时闭上了眼睛, 呼吸清缓, 事已睡去。 他难得一回畅言, 就这么白费了口舌, 李太只是略有些遗憾, 本来还想要告诉他 卢俊有望升官的事, 让他高兴一下, 这下是没能把话说完。 他便放轻动作, 将他打横抱起, 放在软榻里侧, 解掉外衫, 盖在他身上, 退掉了靴子, 屈膝也躺了上去, 手臂穿过他的颈下, 让他枕在肩上, 纳进怀里。 门外隐约的有人说话, 很快就又散去。 不知过了多久, 笼在李太的阴影里, 挡着窗外阳光, 一遇的眼皮才轻轻地抖了抖, 缩在李太怀前的手指张开, 慢慢地扯住他的衣巾, 揪紧。 卢氏趁着侍女换水的功夫, 从房里出来, 见平童平慧在门口干立着, 便纳闷道, 玉儿呢? 平童直指隔壁屋里, 小声道, 老夫人, 我们王爷来了, 正同王妃在里面说话呢。 李太可是头也回到这里来, 这大清早的。 卢氏诧异地看着那间屋门。 怎么没听你们通报, 今日不用早朝吗? 两人摇头作不知, 卢氏心中起疑, 又问, 这是怎么了, 要关起门说话? 平童迟疑了一下, 摇摇头, 可不如平慧嘴快。 老夫人不知, 王爷王妃昨儿吵架了。 平慧。 平童轻斥, 奈何, 卢氏已经听到, 便唬了脸, 指着门外, 你们通我过来。 是。 两姐妹老老实实地跟着她出去说话, 平童自是少不了在背后, 狠拧了平慧一把, 暗骂她多嘴。 一夜没休息, 李太和姨玉就窝在卢郡宅中, 一张短榻上睡了一个上午。 还是到了午饭的时候, 卢氏心疼女儿, 让平童去敲门, 把她们喊了起来。 餐桌上安安静静的, 只有碗柱相碰的声音。 卢氏垫了小半碗米, 留意到一遇只加了几口菜, 没什么胃口的模样, 从小满手里, 接过了汤食, 给她盛了一碗, 莲子羹递到手边。 尚无宫里的太医来看过, 你二哥已经退热, 有太医在, 不用你再跟前守着, 吃了饭, 你们就回去吧。 一月睡醒, 就到卢郡的房里看过情况, 晓得他情况好转, 便点了点头。 那娘有事儿, 再派人到王府去找我? 听这话, 卢氏先看了李太一眼, 见他脸上并无不悦, 就出声应了。 饭后, 一遇和李太出门坐车, 因卢郡还在睡, 李太这一趟来, 就没同他照面。 一上车, 一遇便选了李策坐下, 靠着车臂闭上眼, 做出小妹模样。 李太有话不知如何说起, 便在他身旁坐下, 动作自然地环过他肩膀, 让他挨着自己。 一遇这回并没拒绝, 顺势歪过脑袋, 靠在他肩窝上熟悉的位置。 这小小的一个依靠的动作, 带着和好的味道。 李太察觉, 侧头看着他闭上的眼睛。 不气了。 嗯。 他的气是消了, 李太这里还压着一口呢, 手臂一滑, 落在他腰间收紧, 低头在他耳边, 不无警告道。 昨日争吵时, 你最后说的, 我只当是气话, 不许再有下一回。 他温热的呼吸就贴在他的耳边, 低沉的嗓音, 有节奏地轻敲着他的耳膜。 一遇耳朵隐隐作热, 努力地回想, 昨天吵架时候, 他都说过什么? 脑子里却都是他为别的女人对他的指责。 说他不能容忍, 说他妄断善恶。 他心里一阵酸楚, 偏头躲过他的靠近, 口中装作顺从道, 知道了, 是我不对, 不该抵护严小姐, 殿下说的对, 我又不是他, 怎能妄断他的善恶。 他话音落, 便被他捏着后颈转过脸来, 感觉他呼吸得逼近, 他突然紧张地不敢睁眼, 就只能听见他压低的嗓音里暗藏的危险。 不要装傻充了,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偏巧一跃还就是不知道。 什么? 听见这声不知死活地反问, 李泰眼皮一抖, 差点就手中掐断了他纤细的脖子, 幸而他理智得很, 没有冲动捏下去。 拇指在他颈侧的动脉上轻滑了两下, 沉声道, 你记住, 你我夫妻总是死亿同学, 永无到头之日。